每个人都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但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往往有的时候抱着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渴望得到真爱的男女们 如果你们想用自己的一生和相爱的那个人生活一辈子 那么切记不要触碰道德底线 否则就会让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走向失败的这条道路上 永远都无法回头 1.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离婚挂在嘴边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不管夫妻二人之间感情再好 他们也会为了生活中采米油盐而发生争吵 但每次吵完架之后 他们都愿意主动去向对方低头认错 但也有一小部分的夫妻 他们总是在吵架的同时把离婚挂在嘴边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 这段婚姻早都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 所以对夫妻要想婚后和自己相爱的人生活一辈子 那么切记不要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毕竟离婚对于两个人来说 都是一种伤害 然而孩子也是最容易受伤的一方 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在爱情当中 时刻准备好奋斗的目标 这样才能够让你们两个人生活得长长久久 2.不要出轨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出轨在这个社会上 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男人出轨大多数女人都可以试着去原谅他们 并且可以既往不咎和他们继续生活下去 而对于一个女人出轨来说 男人的做法只是和他选择离婚 然而这也是男女之间最大的区别 很多人往往在结完婚之后 一方面是在生活上得不到满足 其次就是在一段爱情当中承受的压力过重 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选择出轨来适当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在出轨的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他的婚姻从而走向失败这条道路上 所以在此小编也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夫妻 当初你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对方结婚 那么不管往后遇到什么事情 你们都应该和对方不离不弃 这样才能够让你们经营出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3.不管心情再不好都不要私行家庭暴力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很多男人 一旦在结完婚之后 他们身上的重担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 然而很多女人却不理解 男人对自己的用心良苦 久而久之就会影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有一天当两个人心情都不好的时候 男人就会对女人私行家庭暴力 然而当男人对自己的女人动手的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已经出现严重的裂痕 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再不及时去弥补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人最终的结果 绝对是要走向离婚 所以每对夫妻都想要婚后 自己能够持续很长时间 就一定要切记 不管心情再不好都不能够实行家庭暴力 因为动手只会伤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4.要互相信任 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需要两个人同时去写词 相互信呢 多于沟通 善于包容 这样才能够让两个人走得长长久久 然而很多夫妻 一旦在和对方发生争吵的时候 他们顿时间失去了理性 虽然内心很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在气头上的话 他们就会把这些道理抛之脑后 尤其是女人整天在家里 什么事情都不做 男人在外努力奋斗 就想让她过上富裕的生活 可是当女人身边感受不到男人对自己的关爱时 他们就会相互猜忌 总觉得自己的男人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所以九二九子一个在爱她的男人 都不能够接受这一点 然而男人他们最忌讳的就是女人对自己的不信任 所以夫妻要想和对方生活很长时间 就一定要相互信任 这样才能够让你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夫妻